我曾經跟前女友歪她的鑰匙 那總之就是前女友在賣場見面 內心百感交集 結果聞到寶寺的味道 有互相點的頭 彼此都認出對方來了 肩膀有稍微磨倒不下去的 好辣 紅婆有問我說妳認識她喔 我說認識她那個就是 我一個人 坐在我們家的露台 旁邊還有一支紅酒 然後坐在那邊 好想說 明星啊 明星啊 在教學心理很乾淨 招呼 師祖 請教我會能 不加啦 上 會 下 能 不加啦 就在她面前 打扮她節奏 對 色域薰心 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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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掉 說沒事的 早安有事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怎麼了 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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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你又 好怕你走了怎麼辦 好 這個吵架沒好話 對 很容易說氣話 像常常說我沒事 唉唷 就是有事 夫妻之間吵到後來最極端 就是說 你怎麼不去死一死 這句話一出口 陷入無限循環喔 這個我也會講耶 對方就要回妳說 為什麼我要去死 為什麼不是妳先死 我先死 說奇怪了 是妳的問題應該是妳先死 然後我告訴妳 妳死了我就會跟著死 那妳為什麼不先死 我再跟著死 妳先死 妳先死 我真的會這樣耶 講到後來突然笑出來 口述而言啊 對 覺得自己很像高中生 好 來 歡迎今天的來賓 Julie姐 來 林書宇 社群姐 佩馨 好 來 我們的早事團 朱羽毛 耶 以及阿本 好 來 他另外一半吵架的時候 陳說了什麼企劃 讓對方妙弄 平常我老公就已經 就是生活白痴 然後他什麼事情 就是都依靠我 他那時候確診 那確診是不要隔離 我忽然覺得人生怎麼 空氣好吃 很安靜 對 很安靜 輕鬆很多 可是你要照顧他三餐嘛 對吧 因為他生病啊 你總要把餐送到他的門口去 跟他探監一樣 食物放在他的門口外面桌子 然後我就會原意的說 吃飯來囉 吃飯喔 趕快趁熱 我先走了 我就 你會叫老公嗎 叫 3752 他就打電話上來 樓上 因為他在樓下 我在樓上 他說 他說 我跟你講 你怎麼時候看過我吃三餐 因為他平常都是吃兩餐的習慣 就是可能起來比較晚 就是一個午餐 然後一個晚餐這樣子 他說 為什麼我要吃三餐 你在家裡 你醒了 就一定會肚子餓啊 對不對 不是跟你三餐嗎 他說 你很奇怪 那完了之後我怎麼工作 等我出來以後 我就變胖了 那衣服什麼 就講了一堆 這個是找四團 對 就找我 找我麻煩 然後我說 好... 那我就不要 那這樣子好了 那我就改兩餐 那我就算好那個時間了 就平常他吃飯的時間 這也有事 又有事 打電話上來了 我說 怎麼了 你現在是覺得我生病 你很好過嗎 我說 什麼 他見不得你好了 全部出戲那也是 那怎麼了 他說 你是想要餓我就對了 他說 你十二個小時 都沒有給我食物 他有算 不是 對 到底是要吃還是不要吃 他剛好看十二集徵環傳 就想說 怎麼沒飯好吃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 你跟我講 你不要吃三餐 三餐會胖 所以你要吃兩餐 他說 那總要有點心吧 點心呢 你要點心 我就跟他說 好 爸爸 我跟你講 不要生氣 我跟你講 生氣對你的病情 沒有幫助 我說 這樣子好了 那你想吃的時候 你就打個電話說 我現在肚子餓囉 好 那我就馬上 就把食物帶下去 這樣吃得很好 然後他就說 好...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是在生病 你不要一直念 你不要再一直念 他說 你為什麼年紀大 你就會一直念 怎麼 年紀大 我年紀大 PASS IT 什麼 我已經要出難去了 我說 我是你老婆 我不是你用人 我說你要打給用人 我是很冷靜的跟他 我說請你打給用人 就掛掉了 冷靜也是你怎麼... 真氣啊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 下一餐就下毒 他還準備營蒸 是 難怪他就直接 這句話有震懾住他嗎 有 他大概有 兩三天 他都非常安靜 兩三天 電話壞了是不是 對 非常安靜 然後呢 而且給什麼 吃什麼 來 說說來 叫你媽買啊 你吃媽寶嗎 有 有 男生第二顆不行耶 這劑很傷耶 他要先惹我的 滿過分的 不是 是 重點是你那個嘴臉 對 她也講 你是媽寶嗎 對啊 我還要這樣子抖一下 一定要抖啊 然後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會立刻 打給媽媽說 他罵我 他罵我 媽姐 他罵我 那個男生 不是別人 就是他老公 沒有 當時是誰 因為我常常會幫小孩 準備早餐啊 或者是準備食物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說 我現在上班 你也可以幫我準備早餐嗎 你也可以幫我準備便當嗎 我會覺得OK 我可以幫你準備 所以我就會幫他準備 就是真的是很精心的 幫他準備便當 可是每一次他帶回家以後 那便當都沒有吃完 那大概剩一半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每次都剩一半 我就問他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媽也會幫我準備便當 所以我吃完我媽的 再吃你我就吃不完啊 然後我就覺得 你媽有幫你準備便當嗎 你還要我準備 然後我的你不吃完 我很鹹是不是 真的 我就有一定 那個氣已經就是忍在心裡了 再來 就是有時候小朋友 就是要吃一些水果 他就說媽媽 就是有時候我就說 你們想要吃什麼 媽媽去買 你們要吃什麼水果 然後小朋友就說 媽媽 我想要吃蘋果 我想要吃藍莓 然後這時候 我老公就會說 沒關係啦 你們叫奶奶買 奶奶買那水果都好甜喔 哇 又要買的心 大忌欸 這大忌 我就忌在心裡 我就覺得 好啊 就是 那個氣就是越來越那個 然後有一天我們兩個 就一起去大賣場買東西 然後我老公就來水果去那邊 他就看到那邊 他就那天可能也想裝個可愛吧 他就拿了一個芭樂說 老婆 我想要買這個 這芭樂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怕會這樣拿著 對 然後我給鏡頭看 是不是 哪裡有鏡頭 他有走嗎 職業俱落 他是真的有點裝可愛這樣子 想要就是叫我買給他吃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我擺到那個機會了 終於來了 我就這樣 叫你媽買啊 是媽寶嗎 唉唷 很討厭喔 天啊 天啊 我的娘 錯 他瞬間 就是他本來是笑笑 那邊跟我撒嬌 瞬間這樣 放回去 什麼都不要買啊 就直接放進去 不買就算了 反正我媽會買給我 這不行 這不行 他不要講這句話 你真的殺傷力很夠耶 因為你平常除了這句之外 你老公也有跟我爆料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告白影片 小生有沒有非常正常 但有小孩真的不能亂講 像蘇宇非常愛網購 每次網購呢 我都必須要幫他拿包裹 我還必須要幫他拆包裹 分類塑膠袋跟紙箱 我以為是真的忍不住 我就會唸他說 家裡面有車帶房大 還有三個小孩要養貨 他一怒是在回我說 這些錢讓他自己裝 他說不然這樣子 以後我們郵中 我們以後AA制 一個男人被說AA制 非常傷人 我覺得飯可以亂行 但飯真的太軟了 這個要多認真 多認真 碎唸耶 碎唸到底 我有一次也是跟強哥說 就是我買了一個包包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買這麼貴的包包 我就說 可是我又不是花你的錢 你在那邊管什麼 男生不行耶 會超弱耶 剛剛上天下來 蘇宇口不擇眼 嚴重傷的男人的自尊 真的 按照大會的規則呢 必須要被噴 讓他冷靜一下 真的耶 他跑真的不行 來… 我老公他自己在外面 有時候也會跟人家炫耀 他說 沒… 說軟飯不好吃的人 是因為沒吃過 繼續攻擊 還邊施子 來 對 死性不改 加強 三二一噴 噴了 你太扯了 來… 周清 模仿當死了口氣喔 好 好 你是老娘 挑過最窮的男人 你怎麼嫌我 這個很猛耶 這個會立刻離婚嗎 這個比媽媽好扯 不是 因為這個前面 一定有前因後果 我們前陣子就是 我們一起工作 一起直播嘛 他也很大隻 我也很大隻 然後 他在用東西的時候 在那個鏡頭 根本塞不下我 你知道嗎 那妳們兩個人 沒辦法同框 對 他就坐在中間 我就要幫他弄 旁邊有很多商品這樣子 然後就擠來擠去…這樣 直播結束的時候 他說 我跟你說 你要不要去保養一下 還減肥一下 你看我們那個鏡頭 我們兩個都塞不下了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塞不下我了這樣 是妳的問題啦 對 然後他就說 妳可能最近 可能吃太多了 然後身材怎麼樣 然後你看妳以前這麼瘦 妳怎麼現在變這樣 這樣子 我開始嫌妳 嫌我 像我心想說 我以前的黃金戰士 也不見啦 那妳現在已經變大叔了 然後我就一氣之下 拜託 妳憑什麼嫌我 然後我就說 妳現在 妳要不要看一下 妳現在108公斤 是不是 這麼胖 還想是妳擋住我鏡頭好不好 妳不只窮 還胖 對 男生喔 妳講他胖他其實真的不會怎樣 對 妳講他愛他也不會怎樣 對 妳講他眼睛小他也不會怎樣 那其他地方小呢 那一定會更窮 妳很會Cue耶 所以兩個忌諱一個 那妳小跟窮 這個會秘明喔 男生被講窮真的不行 而且男生 未來 你怎麼知道10年20年以後 他會不會翻盤 而且畢竟 自然就已經 原來已經會翻盤了 有有交通過嗎 所以我覺得姐不行 妳這個要噴一下 妳身為男人的代表 我一定要讓妳男人卻下來 我以為妳要這樣 我以為妳要公主 我以為妳要這樣 我換妳穿幫 對… 妳看他開心了一下 真的 所有老公穷 嚴重傷了老公的自尊 還有全天下男人的自尊 他也不能這樣講我們女生 對啦 像女生胖也是大忌 對 那我之前也有 好啦好啦 妳這個跟講人家窮 他就什麼樣 妳也差不多 有可情有可言 就是我最不是有分享過 那個當兵的男友 很窮那個 對 然後我要幫他買電腦什麼的 然後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出去都是我付錢 到最後一次我真的暴怒 是因為我要去Seven 買我自己的東西而已 他默默拿了一杯奶茶 放在桌上 看有沒有要結帳 10塊錢而已 但我看到那10塊我就沒送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廢物 連10塊錢奶茶 你都付不出來嗎 但值得生氣吧 我覺得值得… 因為他太習慣了 他太習慣你買東西了 那妳媽他廢物他有怎樣嗎 我就是個廢物 沒有啦 他的男生真的就是廢物 就是男生 那個很值得罵 你這樣就實話 他不是企劃了 我也其實也罵過 一些滿難聽的 唉唷 對啊 這輩子都不要再聯絡 這個髒東西 吃醬 因為太氣了 剛開始曖昧交往的時候 都會聊天嘛 就說你相處的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都會講好話 共同話題 對 就說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我們兩個都不喜歡吵架 你以前會跟女朋友吵架嗎 不會 不會啊 對啊 我們都希望 就是好好的就好了 做形象 有事情就好好講 不會啦 都好好講 然後有一次啊 我就發現他那個 那時候那個是早期 以前的事情 就是MSN裡面的對話 電腦就開著嘛 然後他去洗澡 我就是在用別的東西 就看到他跳出來 就有人說 想你 想你 想說想屁想啊 然後我就打一個問號 偷偷回 然後他就說 怎麼樣 今天不想要嗎 我想 哇 為什麼 想要什麼 然後我就 我就生氣了 他洗完澡進來呢 我就跟他說 欸 我剛剛不小心看到 他有不小心回他 一直跟他講 你很不小心 他一直不小心 他看到你已讀又回 我說那他是什麼人這樣 我還想要好好講 然後他看到我回他 他也瘋了 當然啊 他就有點 他就已經 他有忍住 第一秒忍住 就說你幹嘛幫我回啊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就是 我只是好奇啊 可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兩個在一起 他會說想你 然後他就開始生氣 我想說不是好好講 他就說 好啊 好啊 都不要交朋友啊 都不用聯絡啊 MSN 你現在被我幫我刪掉 把那個軟體把它刪掉 都說不要聯絡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哇 你現在被我刪殺小啊 對啦 你那麼閃避腿的耶 這都是你耶 對啊 我說 好啊 你不用不跟他聯絡 你不用跟我聯絡 這輩子不用聯絡 那個髒東西 然後就哇 大吵 那時候晚上11點多 就是開始收東西 就要離開那種 就會演偶像劇 收東西也是大忌 收東西也是大忌 然後我就說 我要走了 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最討厭看到你了 你也是髒東西 看到我眼睛就會什麼什麼 長真眼之類的 然後我就那一天就離開 罵完這句之後 我們 其實我在那11年中間 偶爾有回想一下 就想說 是不是太衝動啊 就是幹嘛 那個時候一氣 然後就繞這個話 其實後來11年後 是在一個演唱會 阿妹的演唱會 擅長的時候就突然碰到 然後我還想說 就很尷尬 可是他後來主動自己 來跟我打招 所以有聊天 有稍微聊一下 然後就化解這個事情 蛤 王日清懷有永上心 有救情 有威威 可是那時候 沒有我男朋友 所以 也不好演 你真章 也不好 要你再勾了 因為有一點點 不然他回你這句 不然這一句就直接 PASS給我那時候男朋友 這輩子不要再聯絡 他會玩這張東西 想他想必想他 所以這個企劃比他想太快 他有時候會不聲唏噓 你知道嗎 對 我曾經跟前女友 我愛她的鑰匙 那總之就是前女友 在賣場見面 她帶了兩個小孩 我也有老婆 有小孩 你知道兩個家庭見面 太尷尬了 天啊 重點是狀態好嗎 大家的家庭嘛 幾乎是擦身而過的狀態 可是你知道 眼神教會 可是你知道 真的 而且會聞到法師的味道 有互相點的頭 彼此都認出對方來了 肩膀有稍微磨倒不下去 好大 好大 可是老婆沒有發現嗎 她有發現那個前女友嗎 老婆有問我說你認識她 我說認識她 那個就是 雙公司 結婚之後 確實會遇到很多的小事 那小事會累積 那像我們最近家裡發生的事 就是小朋友要上國小 那國小麻煩 上私立的還是公立的 那上了公立是不是安親班 還是要去學校的客服班 這就很多問題你知道嗎 身為媽媽真的很焦慮 因為我知道我先生是一個 很不愛做功課的人 所以我就會把我所得到的資訊 截圖 然後連結社團 然後安親班的評價 全部截圖給她 就在有一天晚上 真的忙完小朋友 我就說我貼給妳資訊 妳有沒有看 她就冷冷的說 沒有啊 然後她在講沒有的時候 我真的暴怒 因為我已經累積這麼久 每天熬夜在查看這些資訊 然後我丟給妳 然後妳還不看 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對 妳說了什麼話 來 不得了啦 對著進步 妳知道妳每天 都讓我很累 我是用這種 其實我覺得我很可憐 你知道嗎 我真是一個深公怨婦 沒有人體會我辛苦 然後我覺得男生也很奇怪 他們的思考邏輯呢 不管妳說什麼 妳說妳讓我很累 然後我工作很忙 我今天很累 她最後都會接到一個劇情是 對 我就是沒有 所以我每天讓妳很累 我就是窩囊 妳就最厲害 自暴自棄 對 我覺得這很癢 那一句話 她隔天會去跟她朋友炫耀 她說我老婆說我每天讓她很累 她剛剛聽到會思議 不是那個累 不是那個累 誤會了... 不是那個累 姐姐這句的殺傷力 對我來說不夠強 我對我的前女友說過一句 妳就是個長蛇腹 難怪嘴巴這麼臭 這個先噴了啦 你先讓我講 講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前女友 她其實就是長得滿漂亮 因為她那時候有在戴矯正的牙套 她是戴在裡面的 那妳知道戴牙套其實要很常 很常清潔的人 然後她又是屬於一個就是 作息 生活作息很差 又很懶散的人 所以她就是也很不想清她的牙套 加上她日夜顛倒 晚上不睡覺 然後早上也不工作 然後你知道日夜顛倒的人 就是會有那個口氣會短的那個味道 再讓她那個牙套又不清潔 然後她就... 那個會比較痠 是真的真的臭 其實我後來就跟她接吻的次數 就變得比較少 她也常問我說 Baby妳為什麼不想跟我接吻 我就說沒有啊 我就是... 我有口腔潔癖 就我覺得我自己嘴巴不乾淨 我就想提示她說 她嘴巴其實有味道 但是她其實一直聽不進去 敢用飛吻的嘛 那... 要多遠倒帶 但是我覺得她最糟糕的事情是 因為她是一個很愛抱怨的人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 愛抱怨的人都是會把那個 不好的種子一直在送 真的 你講誰很爛 講誰很壞 你抱怨你的國運 抱怨你的工作 你的種子送進去之後 她會開花發芽的 我就是跟她說 你這種子會好 你可能是先發芽再開花 對... 你知道嗎 我就是提醒她說 真的很怨 很怒 親愛的 你應該要就是多接散的種子 你不應該每天都在抱怨 有一次我就是 因為那時候在拍八點檔 我自己就是安檔 就是安 安 安 所以一個禮拜 我那天都真的趕快爆掉了 李志倩跟老婆就有點微弱 那天她又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她在抱怨一個超級無聊的事情 也在講她閨蜜怎樣... 我就覺得 天啊 大家都那麼辛苦在生活 你那邊一直跟我講這些廢話 然後心裡哭哭 我就看著她 我就說 而且你每天一直這樣講... 你真的是個常識的婦人 而且你受遇過嘴巴最臭的女生 然後她當下是... 天啊 我都聞到了啦 我跟你講 她當下是... 忍住喔 真的會嚇壞 然後我覺得她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妳說我嘴巴... 我嘴巴真的很臭嗎 她說 誰說的 為什麼妳要這樣說 好難過喔 我說因為妳常常... 然後就拿漱口水刮臉 這個... 這個是滿傷的 滿傷的啦 真的嗎 還是要噴一下 你要噴了啦 我也進化一下我的嘴巴好了 對啦 進化一下 你那也要正面是不是 真的嗎 來 天啊 來 沒關係 準備啦 三 二 一 哇... 欸 無秀... 哇 很冷耶 真的很冰啊 很像在做什麼那種冷凍治療 對... 曾經說可出什麼 深藏心中已久的大實話 深藏不久的大實話說出來 通常很震撼喔 真的 怎麼那麼白目 連我喜歡什麼你都不知道 聽起來還行 還好說老公他其實是一個 比較...沒那麼浪漫的人 就是像各種節日啊什麼情緣節啊什麼 他基本上都完全沒再過的 他都是會在那種就是例如說 滑一整天看到別人什麼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所以他最後一秒 老婆 情人節快樂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會這樣 一次 兩次 三次這樣累積到後面 你還是會覺得 怎麼會 就這樣而已 對 所以就是有累積 然後到有一次 就是那也是我們的結婚週年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對不對 有表示 然後我前幾天也有暗示 那天早上起來 他就已經在房間外面 他突然探出一顆頭來 你要幹嘛 他就說 今天要做什麼 我說 什麼今天要做什麼 他說 等一下要吃什麼 我說 等一下要吃什麼 你沒有想法嗎 沒有啊 看你想吃什麼啊 因為我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就去躺在你床上 月躺就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男人 怎麼那麼不浪漫 我就 叫他 我說你家今天是什麼節日 直接名獎 我就直接跟他名獎 我說你怎麼都沒有安排 這個人真的很不浪漫 就是人家都會至少有什麼 準備一個 至少要有吃個飯 如果要不要要多 你就給我剪那的東西 至少要有點特別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 你有沒有想想 上一次你生日的時候 我就說 上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上一次 生日的時候我們不是 我們下高雄 然後那時候我就剛好看到 一個包包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就 因為店員也在 我就說 這包包很好看什麼之類的 他就講了幾句這樣子 沒想到在我生日的那一天的時候 這包包就出現在我們家了 他就說 你不知道那個包包是我 我們都已經人回到台北了 我特別打電話到高雄 找那個店家 還拜託他們 幫我把那個包包寄回來 而且這包包 就是滿貴的 對 這個包包 大概 八萬塊 八萬塊 是他的第一隻 機身包 他第一次買給我銀牌包 當下第一個直覺反應是 我就 因為可能我也太氣了 然後這又真的是實話 我就跟他講說 真的很白抹耶 你連我喜歡什麼都不知道 你看不出來 我當下只是在跟店員 就是開玩笑而已 其實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 等一下 我還有下一句話 我也看不出來 你還有下一句 我說 我一臉都笑不出來 我一臉都笑不出來 他自己又看 整個 先翻一下再說 來 先直行一下 慢慢來 你的位置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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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太早了 太早了 這個必須要 太早了 再補煩你一次 你也怕一波 不要剪他 不用剪 為了你不用剪 這個不用剪 OK啦 對 很用心 等一下 很用心 畢竟很用心 這個樣子 我覺得包包太根本了 就丟進池塘 對啊 等一下 我當下拿出來的時候 我笑不出來是因為 你怎麼會花這個錢 我不需要 就是我不用你給我這個東西 我只要你帶我去吃個飯 我就覺得很開心 看到這個 我是會有 壓力的 因為我怕 誤會大了 對 如果他這次給我這個 他下次生日他可能會 買更 要更貴的 更高 但是我不需要 其實我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笑不出來的時候 我老公 他就笑不出來了 看你 更笑不出來 你也中了一個 我當下是 我看過他史上有史以來 最受傷的臉 一定呢 他覺得 天啊 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很熱 對 對 抱歉 他生平當中 第一次這麼大的手筆 結果他回應是這樣 對 但是我這 你跟他想像完全不一樣嗎 你不要說我愛你 這麼貴的我包包 他拿起來頭秀的 對 應該因為他要秀 對 但是我從那天開始 我就瘋狂的用這個包包 但我有跟他講 我真的 你要勸 怎麼那麼心理 有啦 有啦 超新的 很煩欸 Julie姐 看一下 來 我以前的男朋友 都會講英文 我以前的男朋友 叫well就是 well 他就說 他就要問你說 well是什麼意思 他當初娶我的時候 他就知道 我本來就是講英文啊 那再加上 我們家兩個小孩出生以後 他就發覺說 有一天他發覺 家裡只有他不會講 他就說 嗯 不行 我要勵志向上 我要開始學英文 他常常就是會看一些 就是那種什麼砍棒 他說 Hello 這個怎麼唸 Hello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Hello啊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覺得我聽到 沈月齡講好像不是這樣子 他好像是Hello 這樣 就在糾正 你不要亂發 就捲起來 我是標準的美國 我都不亂講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有一次我們經過大賣場 Costco 好事多 他說 你為什麼是唸Costco 你不是唸Costco 他說因為 那是O 我就說因為有時候母音 我就跟他解釋了一堆 後來他就說 他說不對 我覺得你講話 不是很標準 嗯 他講我耶 糾正 然後結果就是 什麼意思 他就說 因為我覺得你每次在跟我講的那個音 都不是那麼準 我聽別人講都不是這樣子 我說 我也不是英文老師 而且 Well 我以前交的男朋友 每個都會講英文 只有我不會 然後他就 自卑 賣個 因為我是被他弄到火 因為他一直在質疑我 這句話重點 最可怕的地雷是 前 以前的前男女 前男女 他有講這個去嗆嗎 我這一句不行耶 前男女 這個不行喔 他也會跟你講說 我以前交過的女朋友 我都是會講法文的 法文 最好是 最好是 他跟你鬧一句 Bonjour Bonjour 你哪有 我覺得我講完 他整個臉濾掉 可是因為我覺得想說 因為我已經把他逼到不行了 你知道 因為 開始我也懷疑人生說 我是會講英文嗎 這個要噴的 我覺得你講會啦 要噴 因為講前男友真的是 真的是我爸 講話 厲害 我們是前男友軍團的 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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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喂 誰 吳宋 誰沒有跟前男友啊 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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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講前男友好話的要噴 要噴 對 這太傷了啦 真的嗎 來 秀琪 來 那妳的都好狠喔 對啊 怎麼辦啊 趙孔 把輩子沒才嫁 把輩子很久耶 對 我老公其實 因為他是球員出生 他們以前都是團體生活 他其實對很多事情都很謹慎 就是呢 一些什麼要繳的帳單 他就突然這個部分 就會變成金魚腦 就會你前幾天跟他講說 那個帳單 電費 水費 等一下要去繳 他說好 然後呢 就是就會忘了一些事情 前陣子不是要繳稅嗎 果稅就會寄來 就是要補稅這樣子 那我心想說 你這個是不是 你為什麼又忘了講 他說 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會曉得這樣 然後我們前陣子就是 有直播啊 然後有一些工作 然後我就都把錢存在 他的帳戶裡面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妹妹啊 他就最近畢業 他想要一個小旅行 我已經上網訂了房間 飯店什麼這樣子這樣 結果呢 他就拿卡給我 然後我要去轉帳嘛 就裡面的錢都不能動 飯什麼 飯什麼事到底是怎樣 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你的帳戶不能用錢 我就叫他打電話 因為要個資 只是他打電話到銀行 然後銀行就跟他講說 陳醫生是不是你有一些 稅務上面的費用 然後可能沒有繳 現在國稅局已經很像 就是要執行 雖然你裡面有錢 但是他每個月就要扣 強制撥款這樣子 對 就是你就不能去動 這裡面的錢 你整個嚇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還會幹什麼 我真是倒了八輩子的煤 打八輩子的煤 嫁給你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只會打球 你知道他臉怎麼燈泡壞的 水管漏水 洗衣機 那個洗衣機都裝不上去 我心裡想 你真的是生活白癡植物人嗎 你也講得太怕了 這是劇人演的 這是劇人演的 對 然後他說你確定 大概也要說你胖了 對 又回到那個輪迴 不是 你在敲 你太胖了 還不是自己擋住帳單了 那麼多肉 對 他就說 你就不要一直買東西網購 怎樣 什麼的 他就也是會一來一往 你會打球還有什麼呢 沒了 對 因為這句話還蠻傷人的 他如果是那一種更走心的 他就會說對啊 我只會打球 更換我現在 連球也打不好了 好緊喔 我就是個廢物 我就是廢物 我就是髒 天啊 他就這位好了 我也不會講英文 天啊 全部都靠在一起 全部都在一起 你們老公不同一個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你喜歡什麼 真的 像我真的有一次 不小心因為 有點 喝了有點微醺 然後在車上呢 不小心脫口出跟我老公講的 這是妳跟她講的 我跟她說的 我說我跟妳結婚 還不就看妳的外表而已 這是在炫耀嗎 對啊 對啊 應該是 所以讓我沒辦法睡 我老婆這樣罵我 剛開始就說她累啦 因為她累 所以她說 對啦 我就是沒用啦 我就是窩囊啦 我就剩我的外表 妳老公最在意的是這個 對 她其實最在意 所以其他事情她都不在意 但是說老實話 我真的當初結婚 也真的只是看上她的外表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她在結婚 真的比較重 好想看照片喔 有照片嗎 我老公是 好帥喔 真的假的 她的照片是可以曝光的嗎 我們來曝光 小暴龍 民間喔 我老公是 人間延長線 延長 她現在已經四十出頭 可是她身材一樣是有 人魚線跟八塊錢 這個是在炫耀嗎 對啊 我們的話題樓邊 怎麼會再給我幫我話題 妳可以做形象嗎 沒有 趕快忘了 這就是合出的 直接翻了 做單元是不是 對 不是 我老公是 你炫耀的 不要來這邊 噴閃了 來 噴噴 申冰剛嚴程序 怎麼又要用 真的 有些乒乓嗎 來 羽毛 最重要就是 我跟你講啦 好狠喔 我之前女友 她就是覺得 她自己這輩子會嫁給富二代 我不知道你們生妹 有沒有這種女生 有 就覺得自己條件超好啊 就覺得自己天生下來就是 應該要含的金湯匙 但沒含到 但她結婚的那一餐 她應該要 沒含到了 那贏的啦 對 她可以含到別的 銀劇啦 銀劇 對 銀劇 我就覺得吸血鬼 銀做的器具 對啊 我就說 你可以靠自己努力啊 但是她當下就跟我在一起嘛 那我當然不是富二代 我就沒那麼有錢 那她又常常會抱怨 那我覺得抱怨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種女生 最大的通病是 她會覺得你對她好是應該的 她甚至她會覺得嫌棄你喔 可能就是你送她一個 八萬的包包 然後她會說 這不是她喜歡的女生 你們兩個交往過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出門從以前到現在 都有會化妝的習慣 我就會打理自己 然後那一次我就是化妝 就是化到一半的時候 她在旁邊 可能我 她可能是開玩笑 但她的口氣跟內容 讓我覺得超級不爽 她就看著我 又語帶著諷刺的感覺 跟我說 欸 我看你這樣子出門 每次都要化妝 你以為你是凱文老師嗎 而且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些 對 像一般男人 那些富二代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虛擬貨幣啊 或是玩一些股票 投資啊 真的化妝 對 但是十年之後嘛 我畫眼線都看她的學耶 對啊 她不曉得是基歐股嘛對不對 當下她講完那句話 我理智性就斷了 我就看她說 富二代 不會喜歡你這種 每天嬌生慣養 在做夢的女生 你就是那種標準的 沒有公主命 只有公主病的人 哇 你每次罵人都會有掌勵喔 對啊 好像看到忍耐現場 你要玩的時候在哪裡啦 快差語 你要把那個 你要把那個 自台語死地的那個話語給他 你要讓他知道嚴重性 他現在看你過得這麼好 他一定很後悔 對啊 吳叔徐小老師 怎麼樣 對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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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炒香後另外一半哪種行為 會讓火上加油 讓你更活大 來 蘇宇 不知道會有男生 好像大部分都還滿喜歡冷戰的 就是你在跟他掃 就你就覺得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講完的時候 你要一來一往 他人就走了 有事我們也是就是在 兩個在爭執嘛 吵一吵以後我就覺得 你每次都這樣對我 我今天要這樣對你 我就這樣轉身就直接上樓 然後把門關起來 然後就 還要給他聽到那個 咳咳 就是咳咳的聲音 這個聲音很重要 如果沒有不夠大聲 我就幻想那個畫面 大概是隔五分鐘後他就說 他就會上來 然後老婆 老婆 口口口口口 你出來啦 聊一聊啦 怎麼 等到半個小時後 我說快睡著了 沒有人來耶 我把那個輕輕的打開 然後慢慢打開 那在幹嘛是不是 我往下一看 下面一片黑的 我就說火來了 我就想下樓 下面真的全部都是暗的 燈都是暗的 我心裡想說 好啊 你是不是給我出門了 對 你給我出門了 這時候你知道 你死定了 我意找駕草 那時候電話 有駕草了 可以對不對 可以打電話 結果沒有 我這時候突然聽到 一個聲音 咳 咳 咳 這什麼聲音 這什麼聲音 對 一個波的聲音 送波啦 對 送波 對 然後就突然 往外一看 有一個人 坐在我們家的露台 點了一個小小的燈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線箱 然後放了一個 那種噹的聲音 旁邊還有一支紅酒 然後坐在那邊 好想說 冥想 冥想 不要讓我考慮 好想 而且他不是在冥想什麼事 他在講紅酒的前衛後衛 什麼 對 還在那邊搖上 然後你叫他拔進 出 師祖 請叫我退門 這又知道嗎 出家了 出家了 上會下呢 出家了 真的好氣喔 後來你有破壞他的修行嗎 沒有 我就想說 算了 就氣到最後就... 我跟你講你要氣死他就是這樣 修行的人喔 最忌諱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被打亂了嘛 對 你就在他面前 全有我 打亂他節奏 他就在那邊 拿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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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掉了 你就壞掉了他的修行 成為他便宜 大家一試試看 一起下地獄 Julie... 我的話我老公呢 只會用一招 就是金錢公式 我在生氣 他就買一個東西送我 或者是說給我一筆錢 妳要不要約誰誰誰 妳的閨蜜啊 然後去譬如去韓國啊 還是去哪裡 日本啊去玩一下這樣子 剛開始我覺得挺好的 我老公這樣子好像 讓我也消氣 然後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可是我後來想想 不對啊 他這樣打發我 他是應該要陪我才對吧 沒錯 後來幾次的吵架呢 我就覺得說不行 他給我錢我就說 他就說妳要我的人幹嘛 我就說 我要妳陪我 我說我們就去旅行 我就帶他去加拿大 我們就去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中間 這個照片看起來 是不是還滿美的 很帥啊 很像劇啊 很像劇啊 對 就偶像劇嘛 對 那這個會坐著跟蹲著 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因為我去了三天 我自己就後悔了 為什麼 因為出國要走路 身體有點開始痠痛 不能負荷了 然後我就慢慢地 漸漸地就只想在飯店裡 就是我們飯店的設施 然後就是在飯店吃飯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樣好像想想不行了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年輕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真的要開始保養 對 不然因為我們還有好多地方沒有去呢 回來以後我就認識一個營養師 我就說那我要吃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讓我們就是說 可以更強壯 我可以走更遠的路這樣子 那我就帶這個寶物來分享給大家 來 你知道我們以前拍戲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婚禮戲 為什麼 因為婚禮戲都超大場 然後都是大堆頭 你就是要站在旁邊 但那時候對我來說 我覺得站 我不覺得很可怕 我是可以這樣一直站著 但我自從跟你主持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 你這樣我現在站一站會想坐耶 而且這邊又放了一個椅子 對...沒有 那本來就是給人家坐的啊 對 我是怕被你笑 我盡量不坐 我跟美人節的時候 一直坐著 一場就開始坐了 對 對 因為一站起來都 我真的一天要站這麼久真的很累 所以我今天就有帶來這個好物 就是它 它叫做 聽到 靈活兩個字就是我們需要的 是不是 它裡面有非常重要的 UZ2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它是葡萄長胺的3.4倍 它能讓我們 14天就變靈活 因為其實一般的人 他們都知道說保健品 就是要吃葡萄糖胺 對啊 葡萄糖胺 可是其實國際 他們有研究過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 主流最有感的成分 其實是這個UZ2 對 光每天你只要走路 就都在磨損 沒錯 你知道嗎 不早一點保養 就是你會聽到那種 嘻嘻嘻嘻嘻的聲音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痠痛 真的 大家都覺得退化離我們很遠 以前確實平均數字是70歲之後 才會面臨到退化性關節炎 現在呢 不好意思 已經到40歲了 現在很多久坐族 站著不動 坐著不動 它更容易退化 久站久走久坐 他們都會 對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身體來說 就是一個負重 而且這負重重量 是我們身體的重量 一到兩倍 爬樓梯 你身體承受的重量 可能會是 有這麼多 對 而且還不含你外加的重量 那像我76公斤 那如果說4倍 那表示我爬樓梯的話 對 要承受 對啊 三百多公斤耶 天啊 三百多公斤差不多 像我平常有在運動 然後我運動強度可能 每一個禮拜有五次 然後一次是兩個小時 然後平常也會跑馬拉松 這樣也會很傷嗎 如果說你重訓的話 因為你是滿滿的 你去訓練肌肉的記憶 其實那個呢 比較不會受傷 比較怕的是瞬間 比如說你騎腳踏車 你的關鍵 它是一個瞬間 這樣不斷的運轉 而且它是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 我上次還跟他一起 騎腳踏車去那個淡水 從台北騎到淡水 要騎大概兩個 三個小時吧 我也是騎到腳整個麻掉耶 我後來下 走路是這樣耶 你需要做這個 你需要做這個 我真的 因為你平常可能 沒有這樣子的運動量 因為我媽也六十幾歲了嘛 然後有一次 我帶她去那個柬埔寨 柬埔寨就是要看古蹟 所以你就是要 一直走路 走路 走到後來她是 不願意下遊覽車 她又說沒關係 你們自己去吧 我的腳真的不行 太痛了 而且長輩其實也很不喜歡 吃那種保健食品 是很大顆的 對 難吞的 對 對 就很難的 所以我剛剛看到這個 超小顆其實很好 對 因為它就是靈活小白的 它小小一顆 一天只要一顆 它非常好吞 而且我大概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跟你講我現在上上下下 都不會有 而且那個酸痛度 而且我現在的耐力跟酸痛度 都已經很厲害 那你可以示範上下下嗎 比如說以前 我只要稍微這樣子動一下 比如說蹲 蹲這樣起來 蹲這樣起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會覺得說 你現在好靈活 而且沒有深蹲 我一天都可以做到 大概現在八組 八組耶 八組 像我現在上什麼皮拉提斯啊 一些機械式的 或一些重訓 這個人是你喔 是我啊 是我 一般把座這麼 你腳也太細了吧 我以前我女兒常會跟我講說 我們跳一下 我說媽媽不行 因為媽媽真的等一下 腰痠背痛 我現在隨時她cue我 我就可以在路上去跟他跳 靈活喔 真的會很漂亮 背影真的很美啊耶 我分不出來哪一個是你女兒 分不出來誰是誰 就是正常是不是你女兒啊 好少女喔 真的耶 你們兩個一模一樣喔 對啊 就是你背影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 我是一個已經五十四歲的 因為你可以一直動 你可以一直在動 有保養真的有出來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保養 那裡面它除了就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UC2 它還有什麼厲害的成分 我有問我的營養師的朋友 他說一般人的這個觀念啊 都是說 一種營養素補到底 對 其實現在不是 現在用全方位的 你知道嗎 這個靈活的那個小白丁 它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給你一個 海陸大餐 對 它就是有 這是海的部分 還有 鮭魚的鼻軟骨 也是海的部分 OK 還有 雞胸的軟骨 陸海的 對 你知道 特別是這個鮭魚的那個鼻軟骨啊 這個它萃取的是 蛋白聚糖 這個蛋白聚糖 是對靈活非常有幫助 那個蛋白聚糖 不是都是我們保養的 對 美容 美容 內行人 這個是最近最流行的 蛋白聚糖呢 它呢其實 就是日本現在最夯的保養品的成分 它的 它的 它的效果是 哇 對 因為不光是美容要保養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對於靈活度 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像我們一天 平均活動到三千次 那你光一年大概就要超過一百萬次 所以等於是說 你每天都在使用它 你怎麼可以不保養它 我們這就是機器 那就是會壞掉 所以你咔咔咔 我跟你講吃它 就沒有咔咔咔 有個保養的口訣叫做 潤呢要潤什麼 我們要保濕要抓水 像蛋白聚糖它的抓水能力很好 補要補什麼 增強你的行動力 像 軟骨素 都是一個很好的成分 再來 顧呢顧是什麼 我們整個人要靈活運動 靈活行走 其實要鞏固 要穩固 所以呢我們的 一定要加強補充 維生素D 就是一個很好加強補充的方式 這樣子呢就是當老公呢 在讓我們老婆生氣的時候 就可以很用力 原來是這樣子是不是 所以我都有在補充 閃淚 不是需要 對喔那個 難免要吵架 但吵架失去理智呢 講話就難聽 真的 所以說這個 好話一句呢 冬天都覺得很溫暖 對 對 真的 還是要常說好話 說出去的話 有時候想一下 對 那不然妳的時候妳畫一出口話 跟潑出去的水一樣 沒錯 對 對話了地 開太多 這是黃玉琳的歌啦 對話了地 開太多 好 這樣而已 今天好紛純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黃玉琳 好水化了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